这是抗日战争中伤亡人数最多 规模最大 战线最长的会战之一 1938年 在中国武汉 110万大军与30万日军血战四个月 其规模之大 战斗之惨烈 令世界震惊 那么 日军为何要进攻武汉 这一战规模究竟有多宏大 战场上有多惨烈 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本期 为大家讲述 抗日战争转折的关键一战 武汉会战 1938年 由于中国军民上下一心英勇抗战 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 经济资源基础薄弱的日本 为快速解决战争 冰封直指战略要地武汉 武汉地处中国腹地 素有九省通渠之城 而长江东西水道之中心 连南北陆地之药金 是中国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 不仅如此 在1937年 自从国民政府的部分机构 由南京牵制武汉后 这里已经成为了全国军事 政治 经济中心 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为顺利拿下武汉 1938年6月 日本大本营正式制定了武汉作战的计划 决定其中两个军 11个精锐师团 约30万人的兵力南下是要一举拿下武汉 海军第三舰队120架各型舰艇 航空兵团300架各式战机也随队出征 支援陆军作战 而另一边 国军也深知武汉的重要性 命令海陆空三军107个师 总计110万的国军投入战斗 是要将日军的铁蹄阻挡在武汉地区 这一战 国军吸取松户会战 南京保卫战的教训 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防御策略 即武汉为中心 在安徽 河南 江西 湖北四省构建防御阵地 由第九战区司令官陈诚统一指挥长江南岸各部 第五战区李宗仁统一指挥北岸各部 一时间 中华大地的铁路线上 无数列搭载着士兵的火车汇集到武汉地区 这些士兵虽然籍贯不同 口音不同 但此时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保家卫国 1938年6月 日军第十一军正式向国军发起进攻 震惊世界的武汉会战正式拉开序幕 6月11日 日军攻占安庆 随后沿长江西进 但位于九江附近的马当要塞阻挡了日军的脚步 马当要塞是国军长江防线重要的江防要塞 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 国军经营数月 耗资无数 坚固异常 是阻拦日本海军的坚固堡垒 江介石也对他寄予厚望 认为他至少能够阻止日军攻势一个月左右 而这里也将成为武汉会战的序幕 6月下旬 日军开始向马当要塞发起进攻 海军首先出动 试图从海上发起进攻 但被国军精心布置的水雷 沉船和人工暗交阻挡 只能改由陆路迂回进攻 24日凌晨 日军抓住马当要塞守军防卫松懈的机会 成功攻占数个要塞外围阵地 但却被高度戒备的海军陆战队二大队阻挡 在总指挥报长役的指挥下 二大队顽强抵抗 与数倍余己的敌人浴血奋战 打退了波田支队的三次大规模集团冲锋 但在抵抗两天后 部队已经损失过半 两弹也捉襟见肘 被迫撤离阵地 日军很快便占领马当要塞 随后迅速占领彭泽 湖口 九江等地 将国军东部防线撕开了一个缺口 7月下旬 日军第二第十一军兵分三路 将驻守武汉防线的国军发起猛攻 战场的规模不断扩大 战斗也进入了更为胶着的第二阶段 日军第一路部队是第十一军第六师团 他们的任务 誓言长江北岸向武汉推进 该部队作为日军战斗力最为强悍的两大师团之一 成为了国军极为难缠的对手 7月24日 第六师团从安徽前山出发 相继突破国军第31 第68 第84军防线 于8月4日占领战略要地黄梅 此地距离屏障武汉的重要门户田家镇要塞 仅一步之遥 如果日军继续前进 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 第五战区代理司令白重洗 命令28军 84军 同时向第六师团发起反攻 不过 虽然中国军人与敌人浴血奋战 用生命与敌人争夺每一寸土地 但由于日军巨险自首 还释放了大量毒气 国军猛攻数日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剑强攻不成 第四兵团绕至敌军后方 成功收复太湖前山地区 切断了第六师团的路上补给线和路上退路 随后 国军第28军 第68军 第84军 再次向第六师团发起猛攻 但由于白重洗低估了敌人的战斗力 且日军第11军海军突破国军防线 从海上为守军运送了大量的量弹和兵源 国军的进攻并未取得成效 随后 日军第六师团向国军发起了反攻 双方在黄梅附近的广济城 展开连续数日的血战 战场之上喊杀声 枪跑声久久不息 面积不大的阵地上堆满了两军士兵的尸体 经过数日奋战 国军损失惨重 预备队全部用尽 被迫撤出广际地区 但日军第六师团同样损失惨重 被迫于9月上旬停在广际地区修整 进攻暂时告一段落 但此时 在武汉东北的大别山区 中日双方仍在激烈地交战着 日军第二路部队是第二军 他们的目标是越过大别山直逼武汉 不过 受张古峰事件影响 部队直到8月22日才从合肥出发 在攻占陆安 霍山后决定兵分两路 左路第十三十六师团穿越大别山北路 直逼武汉 右路第三第十师团直到罗阳 信阳迂回武汉 但日军的如意算盘注定不能如愿 因为他们将遭遇中国军队最为顽强的抵抗 9月2日 日军左路部队抵达国军防线要地 附金山 但国军七十一军在宋西连的指挥下 充分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封锁公路 让日军寸步难行 接下来的几天 日军第十三师团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 向附金山阵地发起猛攻 但七十一军上下一心誓死守卫每一寸土地 至9月11日 虽然附金山被日军的炮弹炸得漫天大祸遍地硝烟 国军伤亡惨重 七十一军王牌师三十六师 更是仅剩下八百人 但日军却没有前进分毫 日军无奈 只得命令第十六师团协助作战 这令七十一军压力倍增 被迫放弃阵地 与三十军 四十二军一同 防守最后一道防线 小戒领防线 并打退了日军一连数天的猛攻 终日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而第二军右路部队 同样在国军第一军 第四十六军的浴血奋战下 被阻挡在罗山信阳一带 无法前进 就在国军各部苦苦支撑时 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 在长江南岸驻守的国军取得了辉煌的大胜 日军第三路部队是在汉江南岸的第十一军 第九 第二十七 第101 第1060团 他们的目标是沿长江南岸向武汉推进 但部队在南巡铁路一线遭到了国军第一兵团的顽强抵抗 进展缓慢 九月下旬 心急如焚的第十一军军长港村宁次 决定让1060团冒险出击 从国军防线之间穿过 支插战略要地德安 切断武汉守军的补给线和退路 但孤军深入乃兵家大计 港村宁次也将为他的狂妄付出惨痛的代价 国军第一兵团司令薛岳在得到情报后 将继救济命令第四 第七十四军 新编十三师 第十五师 第九十一师等 总计十万人的部队 在万家岭地区设下口袋 是要让日军有来无回 九月二十九日 日军第1060团顺利进入圈套 国军如同猛虎下山一般全线出击 万家岭战役正式打响 接下来的几天 万家岭地区十余座山头 全部燃起战火 枪声炮声如狂风暴雨般炸成一片 十几万大军搅在了一起 战至十月九日 日军1060团一万五千余人 仅有几百人突出重围 其余全部被围歼 国军取得了辉煌的大胜 这一战是中国军队唯一一次 全歼日本整个师团的战役 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港村宁次在战后承认 这是自己最惨痛的失败 但可惜的是 国军在万家岭地区取得胜利 并不足以扭转整个武汉会战的战局 在双方巨大的装备差距下 国军各个关键地区还是相继失守 9月29日日军长江北岸部队攻占田家镇阵地 武汉门户打开 10月下旬日军第二军两翼分别突破信阳 罗山防线和小借岭防线 国军大别山防线宣告失守 更糟糕的是 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切断了越汉铁路 武汉有被日军合围的风险 为保存有生力量 10月25日蒋介石下令放弃武汉 日军先后占领武昌汉口汉阳 到27日武汉保卫战正式落下帷幕 此次会战 中国军队浴血奋战 大小战斗百余子 以伤亡40万人的代价 避伤日军25.7万人 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但值得一提的是 此战再次暴露了蒋介石在指挥上的无能 战术上 各部在蒋介石的指挥下 经常以连绵不断的一线式阵地进行防御战斗 并逐次使用兵力 导致各部兵力分散 而且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团 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在指挥体系上 蒋介石在作战中并不以作战需要为依据 而是按照派系资历认官 职务与所属兵力不适应 这些也是导致会战失利的主要原因 这一战 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 但其速战速决 逼迫中国屈服以结束战争的企图并未达到 不得不与中国展开拉锯战 从此 中国抗日战争正式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而资源匮乏的日本 根本支撑不起巨大的战争消耗 日军的覆灭之路已经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